丽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 丽亚说 神赐我厚赏 我丈夫必与我同住 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 于是给他起名西部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人都渴望被欣赏 被肯定,被高举,被荣耀 丽亚也不例外 她渴望丈夫的肯定 将她高举 让她可以吐气扬眉 其实生命中寻求荣耀并没有错 问题是荣耀来自何方 耶稣指着法利赛人互相受荣耀 耶稣这不受从人来的荣耀 因为人的荣耀往往不是真实的 所以保罗劝导人 不可贪图虚佛的荣耀 那是孤名调育 令人厌恶的行为 那种荣耀也如同佛云 金风一吹就消失了 耶稣也说 他不荣耀自己 有些人总爱自夸自许 自吹自泪 自我膨胀 这也是虚空 荣耀是以我们真实的生命去赚起的 更是别人心甘情愿送上来的 绝不是以手段去夺取去要来的 另一方面 魔鬼知道人心喜欢荣耀 他甚至以荣耀来试探耶稣 他应许耶稣说 你若腐腐败我 我就把世上的万国 以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 然而耶稣回忌说 撒旦退去吧 当败主你的上帝 但要侍奉他 耶稣不寻求从人而来的荣耀 也不荣耀自己 更拒绝魔鬼撒旦所给的荣耀 然而耶稣却要人寻求 从独一上帝而来的荣耀 耶稣祷告父上帝说 父啊 现在求你 使我同你想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已先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一生能荣耀神 正如耶稣的祈祷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你说 高举非从西 非从东 非从南而来 乃是从你而来 你高举 周济穷人 扶住卑微的人 你高举敬畏你的人 是的 我们需要的是你的高举 不是从世人而来的荣耀 我们更盼望见你面时 被你称赞为忠心 良善有见识的仆人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